練舞蹈出身的藝人侯怡君 近來熱愛三天 晚上還把握時間 練騎腳踏車 從戲指騎到金山 卻因為下坡 煞車不急 撞上停車場横趕 當場人倒地不起 沒料到保全 卻冷眼看待 你現在在躲什麼 我哪有在躲 我在躲你下班 我只讓全世界人知道 有一個人不小心撞到了 跌倒了 這個人太沒有人性了 只是站在旁邊 說了一句話 你好誇張 騎單車跌倒慘衰 侯怡君差點都無法呼吸了 沒想到保全冷血的說 你好誇張 還拍照純正 不要說扶他起來 連一句關心都沒有 記得他拿手機上前 錄下和管理員的對話內容 說什麼 你跌倒干我什麼事 當然不干你的事 我從頭到尾 有說是你的事嗎 你是不是這樣賴在我身上 我賴什麼 我賴什麼 讓侯怡君聽了簡直氣炸 PO上臉書寫著 管理員尖酸科普的嘴臉 讓他徹底對人性失望 為什麼這位保全可以如此冷漠無情 實在是令我痛心氣憤 即便是一隻狗一隻貓倒在路邊 我們都會過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還活著 他還好嗎 何況是一個人 網友心疼侯怡君受傷 也感嘆保全 他還沒有人情味了 直呼人沒事最重要 侯怡君表示 撞外的橫桿他絕對會理賠 只是看能有難出手幫忙 有這麼困難嗎 借武情主 登麗 台報道